各位早安 最近我聽得最多的CD 就是海豚刑警的這支團愛特工隊 其實在兩個星期前我沒有聽過海豚刑警 我也是在Youtube其中有個頻道叫大團誕生 因為他經常叫沒有太多人聽過 又或者是不太多人認識那些團隊 其實獨立歌手也有 但總之是未那麼紅的人去唱歌 我經常看的那個頻道 他有些歌很好聽 而且有很多人 你看他幾年前去過那個show 現在已經紅了 其中一隊就是這個 那裏有一首歌 我一聽就覺得很過癮 而且我覺得那個女生很過癮 所以他不是漂亮的那些 他好像瘋狂 但我覺得很過癮 而且最特別的是那個女主唱 我覺得她的聲音是很漂亮 是一首聽了我覺得很舒服 我聽完會覺得開心的聲線 我也是多研究才能留意到 原來在這個樂團裏 那個女主唱 她在以前 我想是幾年前 她幫另外一個頻道 錄了一首歌叫做少女 那天她的名字叫做五月 她有一個企隱邊的一二三四五五五 以及喜悅的一月 你自己去搜尋一下 在YouTube搜尋一下 五月少女就能看到 其實她是唱那首歌 即是 多些人知道 雖然她只是 cover那首歌 那首不是她的歌 但我覺得她有一個特異功能 就是她的聲音很漂亮 而且她選擇那首少女來唱 其實也對 她的人的年紀 我相信不是十七八歲的少女 但她有那種特質 就是很合理 你會覺得好像是 一個女生在山上喊下來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她的聲音 所以那些歌曲 有她唱 我覺得全部都好聽 我在YouTube上亂按 我看到她有cover其他歌 就是她很多時候 原本那首歌 都是她自己喜歡的 都是一些好歌 要不然她不會 cover 但她經過她唱出來 感覺都不同了 然後 同時 又很好聽 因為有些歌曲 它 cover 例如 變成Jazz版 那些人會把那些歌 變成很難聽 其實是浪費氣 但她不是 她是變成完全另一種感覺 但又好聽 我覺得是她個人的聲線 而且她真的喜歡那些歌曲 所以她表達得好 我覺得是 就是 說回這首歌 她有十首歌 大部分歌曲 都是她 五月 和她團裏 另外一個拍檔 即是她們一起寫 即是她們一起寫 即是她們一起寫歌 和唱歌的時候 她們的聲音 會配合 因為那個男生都唱歌 即是她們配合 即是她們配合 即是很配合 即是我覺得她們兩個的聲音 即是交織得好 即是聽Live 那時候就會覺得 好像那個女生的表現 比較穩定 但聽碟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是很配合 那她裡面 讓我告訴你哪首歌 我是特別喜歡一點 那她的十首歌 我想我最喜歡 第二就是 第九首 安平之光 但我覺得 第八首 和第十首 都是相當之好聽 我最喜歡第九 另外 其次就是第八 和第十 即是我覺得這三首 都是好聽 都是我會放進電話裡的歌 另外第二 第三首 我覺得都是相當之不錯 即是這首歌 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 都好聽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 這首歌 不是舊的 其實那個 我不是蘋果的粉絲 但我覺得iTunes 就好 就是 有些不是很多人買的 或者是 不主流 有些甚至是 可能唱片公司已經收拾了 但是 在iTunes 都可以還可以買到 這首歌 都可以在iTunes 買到 但是這首歌 不是太舊 我想好像剛剛一年前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找到 我覺得 我希望這對 他可以有其他好歌 讓我很喜歡聽那一首歌 那個女生 繼續唱更多的好歌 他很多這些歌 他們的樣子去表達 好像很低B 你看他的CD的Cover 你也知道 但是他那些歌詞 有時候其實是寫得不錯的 不是說表面上很低B 那些東西 還有他裡面有幾首歌 例如安平之光 我說我很喜歡那首 我聽完 我會覺得 很開心 我覺得聽歌 如果聽到 有一種感覺是很開心 很放鬆 我覺得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之好 我覺得 他最近 他這隊主要的成員 有份寫歌的男生 還有唱歌的男生 他離開了 所以我不知道這隊 接下來會怎樣 但是 好的就是 雖然我覺得那男生的聲音 可以為那些歌 加分 我覺得可以 但是 那個女生的聲音 本身很漂亮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他自己唱 其實都可以管理到 我覺得 好在是這樣 而且 這支碟裡面 他有很多首歌 其實都是合寫 也有些歌 是男生自己 一個搞定 但是 我最喜歡那首 安平之光 剛才我看 他 曲詞 也是五月 其實 都是那個女生自己搞定 他可以自己寫出一些好歌 所以 雖然走了一個主要的成員 但是 未必代表這隊 會接賣 我希望他不會接賣 所以 我很期待 如果他有下一支 我會非常期待 這支 我很推薦 他有一些好歌 我看到 在YouTube 有一些 官方的MV 我看到他 安平之光 和 Yung Folks Dilate 好像也有 至少這兩個 可能還有其他 你可以去看看 因為 官方的YouTube 音質 會比較好 OK